你好 现在我们聊聊政治庇护 你有没有 就是有朋友正在做 办这个政治庇护的 有啊 他主要是 有一个 是在哪里的律师楼办的 是法拉圣还是唐人杰 在 在法拉圣 法拉圣他是办的 天主教庇护 他是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 很多办政治庇护的人呢 他来美国之前 其实是没有受到迫害的 但是有 99.999%全是受过迫害的 但是就有那么 0.0001的人是办的假的 所以 我们今天就只说这个假的 他在国内没有受到迫害 但是 来到美国之后呢 他希望通过这个办一个 他那个是 因为他要有个正常的生活居家过去 他在 你说他在法拉圣办的 是 他去律师楼 是律师建议他办 这个办这个基督教呢 天主教 还是说 是他主动要求的 他是因为律师要给他出个主意吗 就是律师给他出主意 建议他通过天主教办理 对 你这种情况是计划 你也不是计划师 你不是玩的 他就 你有这个基础 现在你就应该办 那你觉得这个 你觉得律师建议他办这个是合法的吗 建议他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讲 这是他的隐私 至于他真面目的迫害 那律师就管不着了 但是是这样的 律师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就是受到了迫害 无论是精神层面的 心理的 但是他不知道 而且很多人 比如说 他就是说 他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 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是受到迫害了 对吧 我们都认为他受到迫害了 但是他个人不认为 那么既然你个人没有认为 那么你就没有受到迫害 对吧 主要是 关键是你主观上的 所以很多人受到了迫害 但他自己不知道 实际上没有迫害 这时候律师就会说 你曾经那一个事情 就叫受迫害 但是他不懂 他不懂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律师建议他通过这个 办这个身份 属不属于违法 这个律师的行为 属不属于违法 就是明知他不太属于这个范围 不是 他完全属于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我觉得 律师属于合法 合法 因为 律师就是要替受害人 争取权益 争取权益 就是告诉他 你曾经的那个东西 是你的损失 是你的一个 就是迫害 你已经受到迫害了 你还不知道 对 现在要弥补 就是律师的责任 就是替弱势群体 告诉他们 你的伤害有多重 虽然弱势群体是文 或者他意识不到 认为不是 这种情况下 就是律师是正义的 正义的 律师是正义的 就是一个人认为 我没有受到过迫害 但是 律师说 你那个事情 你就是受迫害 这种情况下 律师是正义的 对 然后就给他 因为他本人 你现在80%的人 都没什么主意 为什么要请律师 律师给他规划 你应该怎么去做 律师就是问你 这两年都经历过什么事情 对 你最好把这个证据 收得全一点 如果没有证据呢 如果没有证据 没有证明 那你也得收集 因为你毕竟随着时间流逝 你自己也想不起来 但你尽量你组织吧 你尽量织成材料 你这哪年谁怎么你 或者打压你信仰 打压你计划生意 你自己的旧事总体应该知道一些 如果你知道 如果如果你不是刻意的去 如果你没有刻意去记的话 很多东西真的就忘了呀 忘了 毕竟他是感同身受嘛 嗯 他认为那个东西没迫害我 但是你得把那个东西说出来 我律师才能给你组织啊 或者怎么组织才能 那现在就是现在法莱胜办身份的价格 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价格 价格不太清楚 应该就是它就是正当的律师费吧 还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这个额外的红包吧 都为了感谢费 感谢费 对 因为它这个是因为它这个就是这个移民 它内部的就是属于那种私下献恩的 就是潜规则嘛 所以也是正常 潜规则 然后究竟是 律师费那是不用说了 就是感谢费跟这个 这个潜规则是合为一体了 对合为一体 揉在一块嘛 因为这个 然后然后你你还要上庭 上庭最后通过与法官说的算 法官要看你这个人 看你这个听你说的故事 听你的翻译 你不会英文翻译跟你说 看你的材料 然后就就像12个陪审团 12个陪审团一样发表各自的意见 最后法官最后 这移民官司还有12个陪审团吗 没有 没有哈 它不是普通的刑事 我说呢 我说最后这几个人 否则那12个人也还是有发表权利的 就是像这种政治庇护的是没有陪审团 没有 对 就是 法官说了算 法官就是终审 主要你的材料做得好不好 就是像不像这回事 你不管你是就是真破还假破 反正你的材料要显现出来 要显现出来 有的人甚至这个也材料也很一般 但是痛哭流涕 大男人痛哭流涕 也许他真的受到欺负 也许他 这个装不出来的 我跟你说 反正他是哭了 他就是有伤害 他没有伤害的话 他不会那种情绪崩溃一样的 因为他说的说的 他就会啊法官的好了 哈哈哈 所以说法官很轻软的 所以说就是演技 有的对 那如果演技不好怎么办呀 他你表现的更好一点 那你就更好了 那你没有演技 你说着说着乐出来了怎么办 你哈哈大笑我了 那法官你神经贵 那法官只能说 你到底想不想办 你这荡儿行 不是不是 法官呢 法官会问你想不想办吗 他肯定不会问吧 法官 就是他看你的状态 就是如果你 他一看你真想办的事 他就负责 一看你 好像 就像好像太开玩笑了 他就没兴趣了 他就没兴趣了 他一尽量看到你悲惨的一面 这样他才有兴趣 才值得终身 哎这样这么个哭 一看你 一看你伤心了 我都哭 就是一看就是受害者 那还是演技 所以说中国最好的演员都在美国 哈哈哈 高手在民间嘛 哎呀 怪不得中国那些国产剧那么垃圾呢 对吧 那些演员都跑了 中国留不住演员 国产电视剧都很垃圾 没人看 因为好的演员都跑美过来 对 大量的不是三个两个 哎呀 都被他们垄断了 那除了这个基督教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案例吗 你知道吗 像过去前几年 那个前五年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 后来计划生育 就是也逐渐淡化了 对现在就没有什么办计划生育了 对没人迫害 那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 最流行的就是基督教 基督教 法轮功 现在还有法轮功 法轮功它属于 反正是宗教信仰都迫害 那你就不对 然后就要在美国申诉 对基督教法轮功 还有这个民运 那你要说比如说你办 就是就是 就是道德犯 道德犯政治犯 政治犯 道德犯肯定不行 老百姓叫良心犯 就这意思 对政治犯 就政治犯吧 没有道德犯 就叫良心犯 其实就是政治犯就是良心犯 包括民运 民运 对他都就统称为政治犯良心犯 至于真正是不是危害他们政权的 那统治阶级说的算 那这个好 我们今天就聊民运的吧 你觉得民运的 嗯 那像类似王丹沃尔凯现在不能回归 他不是很好的例子 民运 还有大小人物都有 那王丹大人物的小人物很多 也不让回去 那就是这边不是有很多人加入这个民主党吗 哦 中国民主党 哎 你还有一个就是法轮功 你说法轮功 比如说如果 他大陆不是不让恋吗 他都是破坏的 对我知道 那就是说一个人 非法 一个人跑到美国来 他想办个身份 嗯 对对 他就想通过这个 通过法轮功办 那他不懂法轮功怎么办呀 不懂法轮功 嗯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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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呢 像我们法轮功一窍不通 那你说怎么弄 如果说 那他就得学习 如果真想办这个身份 因为好多人我看着照相 拍照 有的个体修炼 你也不知道他真练假练 反正真假只有他自己知道 做那么20分钟 对方有个人给他照相 你看这个人在修炼 行这就是证据 没撒谎 这都是照片都是证据 不是我听说 我听他们讲 你如果办法轮功的话 甚至还有证据人 他们法官还有一个人 政府的律师 他们都动法轮功的 他要问你 第七招第七师是什么 猴子偷逃下一句是什么 你得知道 真的有可能问得这么些 你要不练法轮功 你不知道猴子偷逃下边是什么 老虎翻身的 白鹤将士是什么 什么什么 灰什么对的对 你得一招一试 他不是得练吗 如果那样的话 就像基督教破海一样 你得学习圣经 他有个培训班 你得基本的圣经故事 怎么个来龙去吧 你得知道 法官到时候问你圣经 就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就是虔诚的基督徒 虔诚的基督徒 但他记性不太好 他记性不太好 法官一问他 他不知道我 那怎么办 对呀 我就是我真心的信上帝 我也真心的受迫害了 我真心的俗读了200遍圣经 我抄了也抄了200遍 但我就是你一问我 我就满脑子全是摆着我 空白 那你说怎么办 这种情况 那也不行 那就说你演技不好 还是演技不好 只能说明你圣经没学好 不是真心人 法官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他就是真心的 天地可见 但是 我没有个朋友就是 反正就败罪了 败罪了 法官和我们回家 那怎么弄的 他明明是基督徒 那怎么弄的 他在大陆就基督徒 那他怎么办 他败罪了怎么办 再上书了再办 结果再 没办 多花钱多请律师 那只能这样 下一轮 下一轮 那个要 听说要等十几年了 不会吧 联邦吧 上述到联邦 哦 这怎么高了 上 那如果大庆这个败了怎么办 所以尽量准备冲突 就是我们就假设有一个人 无论何种原因 可能是脑子不太清楚 或者说临场发挥不好 总之就是回答错了 失败了 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 那就很可惜了 那只能就是等下堡了 下一轮又败了吗 又败了那就 那你就 那就办别的吧 你就办什么 还能强拆 对强拆吧 强拆也行 强拆也行 对 你强拆你 就是一个人不是说 你申请那个要在一年之内吗 你这个败了之后 你还能申请别的 申请别的项目 你可以的哈 但是一个项目那是跟其他没关系 可以 就像你说我轮环太大 于是我过几年我才可能再 这样行 这样不行吧 那这一个人 你看现在 现在 你已经办了这个了 现在已经5年了吧 现在 现在有很多5年前来美国的 5年前来美国的 还没有面谈对吧 现在 那这样的话 5年我大不了就是20个理由 对吧 20个理由就100年了 可以在美国待100年了 看啊 先是民运 民运5年败了 计划生育5年又败了 天主教又败了 这个基督教又败了 法律宫也败了 都败了 然后枪杉又败了 街头称关 打小饭又败了 这得七 5735 在美国可以待35年了 哦 一轮七年 一轮七年 我就假设刚才你说的那个嘛 不是说这个败了 还可以申请另外一个 不行吧 有人就怎么 有吗 有人就少很少 但是有人就这么干 因为他没有办法 反正我只能 就是你这个败了之后 你还可以申请别的 我为了合法的身份 来拿到5年 我得这么做呀 可以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要可以的话 那这个理由就太多了 但是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 因为他只能 我基督教就基督教 计划生育就计划生育 有的人可能就这么试吧 紫码当活码一把 但是可能两次就过了 反正他也最后大不了没身份 没身份那怎么办呢 死马大活码一把 反正碰上没算 没身份那怎么办呢 没身份呢 对他以后不好 没什么身份身份 没身份就上不了天堂 对很多人追求 没身份来美国干什么 还追求 那就是那你看这里边有一个性身者偏差 就是你看大街上都是有身份的 那些没身份的都回国了 没身份的 但是我还是 对 我在这边我可能就认识一个人是没有身份的 他是大庭拜了 但是在这里还在打零工 周围人都有身份 对都有身份 这边你时间长了 你看啊 都得有身份 八几年的时候美国有一次大赦 对吧 法轮功 不是不是 就是大赦政府给的 政府给的大赦 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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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86年 美国有一次大赦 89年民运又一次大赦 对 98年法轮功又一次大赦 对吧 你只要说你是法轮功又一次大赦 三次大赦 对 我跟你讲搞不好疫情过后美国又大赦了 很多人遭灾了 对啊 对啊 你看 死了这么多人 正好把这些移民收了 对 所以假结婚呢 这一次又亏了 假结婚 本来你在假结婚嘛 结果你不结婚你都有身份拿了 对吧 那办假结婚就没有必要了 很多人这条线路也没有可能太吸引 太积累的材料 对 好我们就聊这么多吧 这时间太长了 事情像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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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